來看看我們怎麼來啟動我們的開關 其實我們啟動開關有很多的方式 我們可以透過能量 剛剛我們所做的就是能量 所謂有進入按摩屬於能量層面 第二個我們透過我們的飲食 食療其實也是可以啟動開關 而且食療是最根本的 是最根本的 第三個我們要掌握我們的timing 任何的症狀不要等著大病了然後再來找 那個timing太重要了 什麼什麼叫做timing自己去掌握 在你的訊息 任何這個疾病它一定有疾病的訊息 這種病什麼東西可以碰什麼東西不能碰 它一定有疾病的訊息 第二個它一定要 你們要有一個正面的思考 不要一下子想到你的最壞的打算 當這個全部起來的時候 你的治癒力就會提升了 這時候伴隨的就是心靈 很多是因為心靈的層次 一個牽絆 所以啟動開關 其實不是只有靠我們節省到的能量 我們還要牽扯到隱私 真的到訊息心靈時間 我們都知道 身體靈靈健康是以心的健康為先為主 心是擁有最大的自主性 另外一面呢 心決定的意識 而影響人體的訊息登陸 這裡 其實能量醫學就是訊息醫學 完全是在談訊息 它把這個訊息穿過到另一個訊息 這就是我們講的能量醫學 所以我們要以心為主 那這個很多人 身心靈其實都是很重要的 我並不是說心是最重要的 我只是說心占的比例算是蠻大的 那我們再談一個比較天切的例子 像現在地溝油到處都是 好好你心靈都健康 可是你每天再吃地溝油 你會好嗎 身體的這些髒會引導你的心靈 所以每一樣都是很重要 沒有分哪個錢哪個貨 所以我們人啊 一定要抉擇正面的一個訊息登陸 來點滴 累積良好的一個訊息一個結構 這是堆砌 正義靈健康最基本的素材 一定是這樣子的 包括你是個醫者 包括你是一個父母官 包括你是什麼的人 你一定要平常要懷著這幾個心 審思啊 感恩啊 大愛啊 寬懷啊 關懷啊 寬容啊 要擁有這些啦 如果沒有擁有這些 你是不快樂的 你是不可能成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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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們知道喔 小時候我們在做這個 物理反應的時候啊 對不對 A一敲 你看 B也跟著響了 但是把A碰到 B還是響 這就是共振 這就是共振 它會產生一個共振 這個效果很好喔 那我們用它來做什麼 很簡單 大家來看喔 當然 這個圖 這個我也查過 所有的一個資訊 有正反的一個 提出的 仿佛的一個意見 但是 我們不能 我認了 它的一個事實 什麼事實呢 在美國有一座橋 美國的品質還算可以啦 不是會偷工減料 可是呢 到達風勢達到某個程度的時候 大概 每小時六十公里的時候 這個橋就搖晃了 沒多久 搖了幾次 那整個 整個橋就斷了 整個車子就掉下去了 這就是當初沒有考慮到共振 沒有考慮到共振 其實 這樣就想知道它共振的力量 你看 一座橋 只要風一吹 橋就斷了 這共振 如果我們用正面的思考 把它共振來利用在我們人的身上 那應該是說 四個字 不可思議 不可思議 那平常我們生活中 有什麼共振呢 其實 現在小孩子可能比較可憐 我們那時候 這個 我們都有 我們大概四零年代 我們都 這個 中午上課 大概十點多到學校 第一件事就搶這個 鞦韆來玩 校長來的時候 我們就趕快逃 校長走了 我們用優勢當鞦韆 那時候就是這種生活 那 會淡秋的人 就是會利用共振的人 你知道嗎 會淡秋的人 他知道說 淡某一點 他要蹲下去 那就浮起來更高 這就是共振 如果你不會這樣 你永遠淡不高 因為人是個重量 意思 這樣嘛 可是他知道啊 下去 怎麼說下去 抓住那個態度 這就是我們生活中 一個共振 那我們談共振的時候 我們就要把它 大而化之 包括我們的物質 包括我們的人 那我們知道 這個 不管是法國 德國 他們都提出這個理論 那 宇宙 從任何的物質 每時每刻都在震動 所以我剛剛 開宗明一講得很清楚 一切的進化就是 共振 都在震動 從生物到非生物 就是說人到 生物是指人啊 有生命的 它都有固定的一個 震動頻率 我們叫做共振頻率 那 我們這個人 可能 一個器官 它有兩個共振頻率 是有 這是 本來的一個現象 那如果說 我們 如果說我們談這個 非生物的話 它只有一個共振 地球如果有兩個共振的話 就完蛋了 真的就是完蛋了 但是不可能有兩個共振 不然怎麼來測出 不可能的 那 其實呢 我們生物 像我們的心臟 我們知道心臟的共振頻率是 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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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代表 應該是 每分鐘72次 對不對 應該是這麼講 所以它的一定的頻率 當你這個頻率跑掉了 你本來要跳那麼多跑掉了 你就會生病 你就會生病 好 那我們又拿一個證明 我們肝 它有兩個頻率 肝有56跟56.2兩個共振頻率 可是呢 我們發現我們的聖詩球啊 聖脏 聖詩球呢 它的頻率是56.25 那代表什麼呢 我保肝就是保肾 我保肾就是保肝 代表什麼 肝腎同眼啊 是不是 由這個共振頻率 我們來解釋中醫的 這個肝腎同眼這個理論 那如果這個頻率跑掉了 你就生病了 那所以我們有一種療法 叫做頻率療法 我最常用的就是頻率療法 把它恢復它原來的那種共振 那我們也發現一個事實 這個 它的共振呢 它乘以10的倍數 那代表什麼呢 比如說肝是56 那 560 5600 5656 5.6 大家共振的時候 他們也會一起共振 他們有這個特性 那這個代表什麼 給我們一個概念 我們就把56 當作肝來講 那5.6 我們當作 我們把它 當作儀仗來講 假設是這樣來講的話 那 你只要把肝做好 搞不好你儀仗就好 那叫什麼 疫病同志 中醫要解釋醫治 疫病同志要解釋多難啊 其實 開過點療法 專門在解釋 多病一致 疫病同志 包括食療 也是 多病一致 不可能 吃這個東西只有這邊好 應該是全化面都好 這個 我們醫學的最高端 是多病一致 醫治是多病一致的 我們 我們 來談談 我們今天 這個 我們的一個核心主題 其實食物也有共振 食物有共振 那 可能聽到 這方面的主題 可能很少 因為之前我在美國自然醫學 這個 一段時間 那這方面 是有一些探討 我們可以互相 來做一個探討 那其實 像這個圖就是一個 目標共振圖 選定一個目標 共振圖 你會發現 它可以解釋好多東西 好多東西 那 再看一下 我們曾經做過一個試驗 我們在一個平台上 下面裝著一個平地區 然後我們把白米撒上去 白米 當我們的平地區調整到某個時候 它會發生一個很奇特的現象 我們叫做 鑄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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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鑄坡是怎麼樣呢 大家看一下 好 來 當我們把白米撒在這個 震動盤上 震動盤上 可以調整 它的頻率 因為它可以看 每秒鐘幾次幾次 就是它的震動頻率 它的次數 它會呈現這樣 再掃 再調 它也會呈現這樣 這時候我們發現了一個事實 什麼事實 這個地方的能量最強 那能量強的時候 我們就來算算看 它的比例是什麼 可能它的白米裡面 裡面還有野米 還有什麼米 幾個米混在一起 它就會產生一個 比例 我們叫做配比 配比 那 發現這個能量最強 那我們可以稍微來看看鑄坡現象 那其實我們透過我們一個試驗 透過試驗 科學家的一個試驗 當我們把一根線 那這邊用重錘 這邊只要用頻率器在跳 它會發現很多的結 那個結就是鑄坡 那個結就是鑄坡 你們可以打開一個來看 你們可以打開一個來看 但調整它某個時候 它這個地方 你看 這兩個結的地方 那個頻率最高 就是我們有些針對 穩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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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穩定的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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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繩到波子 當我們把距離拉長了,它可能會另外駐波會出來 這個地方就是駐波 這邊只用駐絕搭的,沒有動,這個皮膚在動,它就會產生真的 一百一百多啊 我們再看一下,其實它也會產生一個共振 這是在我們整個桌面上把它撒白米 它自然就會剛剛那個形狀形成 自然會形成 很吵 等一下會更吵,把它關掉 那剛剛那幾個現象呢 給我們很多概念 什麼概念 人體啊,是一個聲光變迅群意識 以食物消化後的一個生化反應 都會起作用的一個多元多層次的一個結果 我們得到一個興趣 當這些作用以人體出現整體性的共振的時候 體內會出現駐波的現象 剛打結那個地方,駐波的現象 那其實這個叫做平力共振圖 它有活化的效果 那這個我們會發現 它在我們人體身上 它這個圖是什麼來看呢 就是說它有ABC 三種不同的 我們就說能量產品好了 作用於人,對不對 它會產生這麼多 你看 那我們下一張看來會更明顯 更明顯 當整理器官更有一個不同的固定頻率 當頻率失常的時候 這個器官會異常反射在你的症狀 你會感冒,你會發燒 你肝有問題 其實都是頻率出現的問題 那駐波的現象 與特定區會產生一個共振 我們就要這個共振 這共振讓我們足夠的一個能量 能量,Energy 那這個能量會引發我們 我們的血月循環,活化組織 這最後的一個目的就是什麼 啟動自癒 自癒人力是老天爺 賜給我們最好的禮物 最好的禮物 我們無論如何我們要來啟動它 為什麼食物可以啟動自癒人力 這裡解釋得很清楚 解釋得很清楚 不是只有靠能量 不是只有靠能量 我們來談 什麼叫做疫病同志 其實 這個 老師會迷上這個東西是有道理 因為它完全在講區塊 完全在講疫病同志 你會生病了 我們不講你的症狀 這個區域是誰管的 誰就去負責 這就是開關理論 那這個學不是更快嗎 人家要三十年來學完這個技術 你可能半年一年你就學完這個技術 而且是超越它 而且不會混濁 它有這個思維的時候 你就會迷上它 這個 我們講的上衣 它看到你看了很久 它不動手的 它不會馬上動手 對不對 等它一出手 你好幾個症狀一起解決 那下衣就是這樣 啊這不舒服啊 啊這沒有不舒服啊 弄一弄 弄了半天 還是不舒服 這就是下衣 我們要做上衣 做上衣不是很難 那你看 那這個圖告訴我們 看這個 它涵蓋哪裡嘛 比如說這個人 越是經常不好 你就要用A這個東西嘛 對不對 藍色對藍色嘛 你要用這個產品嘛 或是用這個能量嘛 來職工這裡嘛 那萬一 它同時有膝蓋的問題 對不對 它還有 這個躺中穴這個 這邊的問題 你只要用A的產品 同時解決是商品 這就是多病一致 那你如果說 你為了商業考量 哎呀你膝蓋不舒服 我用膝蓋的東西給你吃 那你那個下腹部不舒服 我用真心氣血的給你吃 對不對 那你那個心血管這邊 躺中這邊有問題 我用紅色食物替你解決 嘿 不是這樣啊 要做到就是要做上衣啊 要學就要學最究竟的 你這樣不會治好的 你為什麼 一樣他們可以解決三個 你為什麼要單獨做呢 你看 由這個來解釋 你看多麼的一個神奇 這個叫做 異病同治也叫做多病一致 這個在大雨 有個學員抬舉我了 說劉老師的治理名言 是多病一致 好像是周桂華 他這樣寫 我永遠記得很清楚 他抓到了 我心裡要講的話 多病一致 多病一致 那這個就多病一致 那其實 其實 你 你看AB 看這個是B嘛 對不對 那我們用下個圖講的 給我比較清楚 這個圖我就寫得比較清楚 不要看這個圖啊 我是花了多少心血才做出來的 幾乎沒有睡覺 在做這個圖 那你們看看 來A 前額 還有我們的胸膛 還有我們的下腹 還有我們的膝蓋 對不對 那我們只要用A的產品 是不是異病同致啊 是不是多病一致啊 對不對 是不是很簡單 對不對 那 像我們的AB AB同致 對我們的下腹區 對不對 那 你可以用A也有效 用B也有效 這叫做什麼 同樣的病 抑制 欸 欸 這也是個方式嘛 對不對 那由我們這樣來解釋 中醫最難解決的 多病一致 還是 一病多致 還是怎麼樣 其實 對我們來講太簡單了 即使我們要寫入文 這樣寫下去 所有的評審員 一看就OK 不要再解釋了 就是這樣子 就是這樣子 好 那 我們 會發現 我們的食物中 它同時可以到達很多地方 因為食物裡面 它會產生的這些頻率共振啊 它是會到達每一個點 所以一個 食物營養專家 什麼叫專家 不是你缺什麼 要吃什麼 它知道 補足這個 你這個 這個 這個就會好 這才是專家 單個專家 不簡單 那個禮器的經驗 那 到現在 有沒有清楚 是不是太簡單了 厲害 你是我最好的學生 對 那我稍微 剛剛 把剛剛的稍微 解釋一下 那 比如說 這個 以AB產品頻率共振圖 來講 AB就可以改善 下腹的氣血不良的一個狀況 像我們的痛筋啊 此為同病抑制 那我們也可以摺起抑壓 就是同病抑制 那有人的腹痛 簡而也痛 對不對 那也會暈 對不對 那我們叫做多病抑制 中醫不必 不容易被理解的 同病抑制 異病同治 多病抑制的議題 對於我們這種技術而言 也就是對我們這種 開關點療法來講 太簡單了 效果太好了 簡單易明 真的是簡單易明 真的是簡單易明 這個 學會了 真的 太簡單了 我們經常在吵這個目標 我們結身到 開關點理論 從來不談症狀 談這個區塊是誰負責的 比如 比如 你前面胸 胸悶 對不對 胸悶也有可能是 心血管的問題 也有可能是肺的問題 我們知道開關點 一直在背後 有背後解決 如果背後不想解決 可以在我們的 找出來的 找出來的 手上腳上的 一個開關點 就可以解決 就是那麼的一個宏觀 那麼的一個可行 那我們再來談 我們要來研發 或是來製作一個 我們需要的東西 我們要怎麼來做呢 我們來怎麼做到我們的食物 能夠達到我們多病一致 最起碼要一病一致嘛 你一病一致都做不好 那還談其他有什麼用 那我們這裡很清楚 我們現在選擇 我現在要治療你哪裡 當我研發一個產品 我就去研發一個產品 比如說我的目標 比如說要治療這個 眼睛好漂亮啊 對不對 由這個戴眼鏡 轉向不要戴眼鏡 那我的目標 就是眼鏡 那我們怎麼來搭配我們的食物呢 這時候我們會考慮什麼 來 這個 我們一定會根據 我們三項事情在做 當然這是一個研發單位要做的 那我們會把這個西項 這是一個主項目 我們把西項解釋出來 你們就很清楚清楚 比如 我要改善我的視力問題啊 對不對 我不能隨便找個食物來搭配啊 我也希望說它的一個深化反應 能夠跟眼睛有關聯的 是不是 我們一定是這樣想法嘛 一定有關聯的我們先拿來吃嘛 就好像我們知道枸杞 就好像我們知道枸杞 對眼睛很好 我們一定會挑枸杞 對不對 江黃 對眼睛不好 你也不會用江黃 那我們會用我們要的地方 那我們確定了一件事情 那 那 像我們的葉黃樹 像我們的玉米黃植樹 像我們的花青樹 還有太多太多什麼樹什麼樹 這些都可以改善眼睛 沒有問題吧 當我們有這個時候 當我們有這個時候 我們還要考慮什麼 這種食材好不好取得 好不好萃取 對不對 因為你做出來的東西 是可以要保存的 這時候我們 剛開始要研究的時候 就很重要 那我們終於發現 我們眼睛最重要的是 葉黃樹跟玉米黃植樹 這是不可我認的 這是一定的 那我們就開始掃 什麼來 這個叫配舞 有沒有 找隊伍啦 找食材叫配舞 這個名稱你們要會 配舞 再來就是配比 好 這個 是不是有吃分的 這是 飯炒蛋跟蛋炒飯是不一樣的 你們去區分 哪個為主為輔 所以 不是食材對就好 一樣是一個蛋一個飯 是量的問題嘛 那蛋炒飯跟飯炒蛋 全類是不一樣的 齁 你知道 你到那個 那個 中午七十飯 你如果飯炒蛋 蛋炒飯 它絕對不一樣 它有一點帶去 蛤 你要 要飯比較多咧 還是蛋比較多咧 欸對不對 應該是蛋比較少 只配 搭配的嘛 對不對 所以完全不一樣 剛剛那個 所以這個 比例是很重要的 齁 這應該是寫配比 比例很重要 我們任何一個食材 配舞配比是 決定我們這個食材 這個特性 就好像我們開一道 很好的一個食材 它裡面會寫 這個幾克 這個幾克 它為什麼要寫 這個幾克 這個幾克 其實就在做 配舞配比 這個東西 它發現這個比例下來 它的能量的感床 是最快的 它才會用這個東西 這是老祖先跟我們研究了很久 然後加上我們欠戰 當然我們要考慮它的穩定性 剛剛我們找出這個的時候 我們下一步該怎麼做呢 好 那 我們知道 大地上 所有的微浪元素都幾乎沒有 不能怪 這個是怪這個世界的浩劫 這個真正 只有以台灣來講 要拿到營養成分 比較高的應該是在海底 都流到海 以前種的食材 對不對 跟現代的食材 是完全不一樣的 那這時候呢 你為了要 來改善你的眼睛 你這個微浪元素是不能少 微浪元素就是一個能量啊 你要補充這個 那這個也是往往就是 這家公司的核心價值 他經常在做 這個東西微浪少多少 效果會不會呈現 這就是他們的機密 誒 你會發現 這個不管 你看你時下所有的傳銷公司 他一定有幾項 特別迷人的產品 不然他不可能生存在 這個社會上 其實他很重視這個搭配 康貝特 蠻牛 你知道蠻牛當初 他要設計這個東西 是試驗過幾千次幾萬次 再加上很多人去試驗 最不傷害身體 但是效果 車價是馬上達到 他就是配不配 配不配 所以 這就是一個核心價值 那這時候你不得不要考慮 微浪元素 對的一個影響 那當我們呢 有以上的這些東西的時候 咧